有什麼事情啊 所以思維人也會跳進來 然後他總是會死 思維人從哪邊進來 大家會猜上面右邊還是左邊 我要再去告訴你們 會猜上面告訴你們 如果思維人從上面下來 基本上都是摔下來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在看不到的地方 右手邊有一條小小的樓梯 可以讓他慢慢的走下來 不至於直接不通先 下到裡面的生物啊 但是他就一定會從左邊出現啊 不一定啊 還是取決於他的心情 有的時候他心血奶草啊 會從後面比較深的地方 繞一大圈就從左邊出來 或者是直接從正中央 以加速度的方式 衝出來嚇嚇大家 這個時候呢解除員我是對對展示鋼的 如果思維人在我背後 搞一些小動作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需要跟各位男人 先憋立好一個案 就是張老師 可以提醒我趕快站到一旁去 中間看出來 讓你們可以好好的拍照啦 那我們再繼續了解一下 眼前的大樑池趁著思維人 上位衝場之前呢 先來大範圍一下 認識一下他的生態哦 我想一下 當你從台灣水管的路口走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左手邊有一道高層的瀑布 它是能以台中谷關的龍谷大瀑布 當我們穿過瀑布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化身了一顆小水滴 展開從山到海的旅程 會先經過高山溪流 從水庫朝天帶 最後才來到這片廣告的大樑當中 把它偷偷告訴這位來賓哦 眼前這一缸大樑池裡面的水量呢 一共有100萬加輪所用 這個加輪量池啊 對我們台灣人似乎有點陌生哦 換算一下好了 大家有沒有去游泳池用過的經驗 哦應該都有哦 裡面的水量相當於國際標準游泳池 就是三高水溶加工起來 我們先聽起來好厲害也好可怕 可怕在哪裡 台灣是地震帶哦 如果等一下突然來了一場大地震 導致這個鋼蹄直接噗 掉掉了我們帶頭帶 趕快要你放心啊 當時呢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想過這個問題啊 首先請看這個展示面 它並不是玻璃製成的 它的台質是強化壓克力 韓性呢比玻璃強上好幾十多哦 再來它的高度有四公尺 長度從左邊到右邊有十六公尺 它的厚柱重點來了 各位在座的來聽 弄一下你們現在做的名字 前面剛剛說明 就差不多這麼厚 足足有33.5公分 這樣子的厚度 讓以前的展示面耐得住 七級強陣 所以要是當日真的發生了大地震 我們還有需要跑跑嗎 還是要跑跑啊 你必頓的第一個守則 是要趕快到空旺的地方 避免不要多無雜到我們的頭 所以你看右側方這邊 有一條逃生洞穴 來到好像左側方那邊 還有一扇逃生門 把這兩個位置特地記下來 你就不用擔心 要正正在發生的天災 或是要不要往南跑摔好了 那我就把焦點放到 眼前的魚類身上 現在可以看到這些大群 這些都現在興奮起來了 對不對 他們其實也知道 時間差不多要準備搞哪裡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 這些大雨的色彩 回想一下 有沒有已經參觀過 海底隧道的火爛了 裡面幾乎都是熱淡魚 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有個引導 因為他的背景就是漂亮的珊瑚 所以有個路背景環境當中 他色彩也很顯現 可是你再看一點 簡單大兩尺背景是什麼 就只是深藍色的海水 所以生活在背景環境 基本上要遵從兩個守則 第一個就像剛剛看到的大禮 叫做上背身下腹前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背部呢通常是深色系的 比如說土黃色灰黑色 從上往下看 不就跟海中的底下礁石融為一體了嗎 背部呢是淺色系的 從下往上看灰白色的 不就跟水面陽光融為一體了嗎 然後這個就是上背身下腹前 那第二個守則通常是套用在小型魚類身上的 或是顏色 顏色的身軀 那樣小魚身軟在水面下方 陽光灑上去光光融為一體 不也是融入背景當中嗎 所以魚類的色彩呢 總第三個字 就是老陸色呢 哎 手指能下往往上聽到掌聲了 那是水面 大場右邊出來了 哦 他出來的時候真的好像會大名聲 主要也會抱著好多漂亮可愛的小魚 主要我們來看一下他們 到底誰呢 在拔河頭頭文革冠冠軍 搶到咕咕咕咕咕耳亮呢 帥聲 樓上來就是天舞魚 好的我們來瞭解一下風魚吧 風魚身高的特分就是有著細細長長的尾巴上面有著什麼 有刺 當然這樣的概念不錯哦 這整條尾巴是用來甩尾用的 至於它裡面的刺呢 都只有毒性 所以跟整條尾巴都有毒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會有很多小型的圍兆著它 就有濕木魚 剛才大家有看到一條濕木魚到正前方嗎 應該都有吃過嗎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海生館的濕木魚這麼大條 才丟上去那小條 其實啊 濕木魚最大可以長到一百八十公分 你解說我還要跟刀五公分啊 我自己才一百七十五哦 那為什麼 養殖魚場 才把濕木魚長 才把濕木魚長到十到十五公分 就送出來了 老多姓哥 這個時期肉質啊 是最鮮明的啊 長太大哦 所以比較差一些哦 那現在四人的周圍啊 還有許多小型魚類環藥的 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最多最多的就是身上有 勞木魚用的花綠 奇 可是金黃色的黃金針 在一般水魚兒間 就被稱作勞木魚 稍停一下思域人 跟身旁出現了一條黑色的大魚 好 吃掉了 好 這條大魚大家可能也有吃過他哦 他的名字叫做永膽石丹 是全世界最大的石丹女种类 主持最大的3.1公尺 在哪里去受养殖 就是在台湾 由人变身的科技公司石丹道朗戴坤才所塑料 而且他的大小还有可能继续刷新 因为那一条石丹女孩有夺着 所以在未来也许会有更大的数据释出 也说不定 现在刚好有一条红红红上来插玻璃 甚至在插下体盘下方 果然应征的主持人刚刚说的下腹前 几乎都是乳白色的 同时你会发现好像有一张小脸在看着你 不过要记得上面那两个小灰孔不是眼睛 那个眼睛是在体盘的上方 而你现在看的是下方 所以那两个小灰孔的号是什么 那个叫做嗅觉孔 这风鱼呢又来探断猎物跪直的地方 温度啊应该是靠袖拯 所以并不是白的白的准 有的时候呢 司律人员还一不小心在过程的时候会对他咬到手啊 哟 手停一下司律人员脚边 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员 背脊高高的手起来像鲨鱼 稳固一点点的像风鱼 那到底是谁 很多人会说 他可能就是两个交配出来的混争叫做风鲨 不过世界上呢好像有风沙这种生物啊 这种名字呢名字叫做奋鱼 相信各位来看新鱼号说你能用这个字哦 不是这个字啊 是喷水的N区调口腹堂 换成鱼字缘 奋鱼怎么的动向 奋鱼跟鲨鱼是因为他们是近亲哦 都是软鱼鱼 怎么是软鱼 来摸一下你的鱼子 这些地方都是由丸鱼所造成的 奋鱼 虾鱼 奋鱼身上的骨盒 除了牙齿之外都是由这样子的 软鱼所造成的 所以常常会缘密在软鱼的肛中 那有软鱼刚刚做的对比性存在的就是硬鱼 那硬鱼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哦 吃它等于吃到不是吃的 基本上就是硬鱼啦 所以刚刚刚做到的黄金胸吃肝鱼 也都算是硬鱼了呀 今天的食肝鱼真的很好详细哦 再来社会了解一下他好不好 有没有觉得食肝鱼像看看的看起来很可爱 告诉你 他们爆发力非常的惊人 是可以偷袭鱼的存在哦 所以现在不要小看食肝鱼啦 哦 讲到鱼刚好有一条鎮长鱼 游出来在右手边 往左手边游了 有的那是他吗 双济鱼票论我们要答案的 除了除了锤鱼鱼鱼鱼鱼鱼交 也都是他的名字哦 三个名字另外形容同种神物 所以你不要小 雙记鱼 为什么是不要小看他呢 很多人看他体型小小的就认为他没什么了不起 告诉你锤头鱼鱼的世界之最 世界之最最快乐的鱼 做一个膜貌鱼 不能凯膜 然后它心里还有迹长在左右两边 啊炷顏头鱼鱼他们现在看得很开 不要?", Yup 游臌鱼吸鱼鱼 这个不速扮葛我们和他们鱼鱼鱼 哇 没解误一下 等会让kea 这边栦点上边 還是蠻羊子的風景 主要都會有兩大家族 首先來看一下 在四個月身邊 體性比較小 擺動胸襲的方式 像是燕子 像小鳥一樣的 這是燕風家族 此外呢 剛剛由上來插波林的那一條 擺動胸襲的方式 好像是女孩子的群擺一樣 那是土風家族 還是蠻羊子的風景 我愛過就是這兩大列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鳳梨幾乎都在底下 徘徊不斷 但是因為他們的本性 其實就是刮些 壁上的 米紗上的一些 甲殼類來使用 包含烘魚也是 這就是為什麼烘魚 它會有那尖尖的地方 就是用來過沙用的 不過後來他你的牙齒 也會不停的生長 就像兔子一樣 當然也需要抹牙 所以他們會時不時的去攪拭 海中的底下 就像克瓜粉一樣 來讓自己的牙齒加速脫落 這時候呢 我們要看到黃金生 在路爲上前 用秀量的優勢 把私人員給待不住 有沒有覺得這行為很無恥 他們有個亂號 就叫做無恥生 不過並不是指對性卑鄙無恥 是指他們長大以後 真的沒有牙齒 假時候是有的長大以後 慢慢細化脫落 最後只剩下厚厚的腿圈 相信各位還不發現很穩 只剩有唇 怎麼吃幹 其實很簡單 跟在大魚的身旁就好啦 也就在於這些掠食者們 吃飯的時候很潮 所以他咬一下頭 甩一下餐 他就掉的到處都是 尤其是鯊魚 好 那麼在餵食鯊魚之後呢 大家去觀察 通常私人在餵食 有一種大魚 比如說鯊鯊鯊魚之後 旁邊呢就會跟著一小串 黃金生游過去 這時候啊 他們就會協助掉下來了 殘渣碎蟹 也因為 跟在大魚身旁 這個食性啊 原理就送給他一個外套 叫做大魚的頂航園 講到這裡 解釋讓大家 如果有機會 我們去潛水 遇到黃金生 要趕快逃跑呢 還是趕快拍照呢 沒錯 答案就是逃跑 好 有個私人員 想把一位黃金生身邊 可能就跟著一條巨型的歷史者啊 好意氣好一點 可能大家都會看好多 運氣差一點呢 然後就糟糕 我們就是大海鯊 讓我們看到 鯊魚啊 來後面把一條魚尾吃掉了 大家有發現 土湘家族在歷史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狡猾嗎 他們會用自己龐大的身體 先把這魚啊 壓扁 然後再主動蠱洞 送到自己的口中 對 所以透過他在龐大身圈 列路要逃跑啊 往往最容易啊 但是 電風家族呢 就是透過他靈活的速度 來鯊石 所以 電風家族跟土湘家族呢 也會很能力 不太一樣 所以鯊石的方法呢 也就如盡相口了 講到這邊 相信各位來面 已經發現了 但是當年有電風魚 居然 沒有尾巴 有找到這些風魚嗎 看到這些沒有尾巴的風魚呢 請務必尊敬他 這麼說 他們是海參館的元老級儀練 西元兩千年就入館參觀 當時解說 我自己呢 都還小學五年級而已啊 那為什麼說 第一批進來的風魚 要特別尊敬他 你想想看喔 當時移民呢 根據自己的習慣 把風魚吊起來 他們都市知道會做什麼事情 對 就會把他的尾巴剪掉 不管是不是會送來海參館 都一定會剪掉啦 所以 海參館了之後 就請你們 要送來海參館之前 先確討他們的尾巴 都保持一定的完整性 再進來 那第一批第二批呢 往往都是沒有尾巴的� 那第三批之後 就保有尾巴啦 一直到了第五批呢 海參館 海參館 基本上都不太引進喔 知道為什麼嗎 持續的抓捕啊 就等於是 以保育之名 在破壞生態 海參館最希望的 就是希望這些魚啊 能夠在短內 自行繁衍 性命的事 不管是 鳳魚 鳳魚 甚至是鯊魚 他們都有機會生出 下禮拜 尤其是最近鯊魚 身會有很多嘛 來 再來觀察一下 面前你看到 思維人員 他在餵食的時候 還會特別的把耳用撥得比較細碎 餵食很可愛的黃金聲 為什麼要撥碎這個手續啊 其實就是因為黃金聲太小啊 不能吃一整條魚 那反過來呢 你看餵大魚的時候 可是一整條魚 直接塞進他的嘴巴 這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 釋口性 釋口性呢 就是生物會根據自己的 體型 牙齒的形狀 齒型選擇不同的獵物 簡單講 有點類似挑食啊 只不過呢 他們的挑食是必須的 跟我們的類挑食不太一樣 類挑食就是 不喜歡吃自己 不喜歡吃的食物 那麼 再來觀察一下喔 思維人員 他為了避免 被烘魚啊 或者是其他的大型 被咬到手 他的手部呢 往往就會套到一層手套 這個手套呢 是棉布手套啦 用呢 最主要用來防止的 人家就是 把烘魚咬到他的手 被咬到什麼感覺 各位啊 已經可能已經有體會過了 就是被門夾到的感覺 齁 時不時的呢 可能會被負心否則 所以啊 思維人員在裡面呢 還是有一定危險性啊 不要看他好像很帥氣的樣子 齁 說到危險性啊 那有發現思維人員 有的時候會左轉一下 右轉一下 最後轉個一圈嗎 齁 一圈謝謝他 好啦 大家跟我來呢 有沒有覺得思維人 應該是變得很可憐 沒有理到你他人 感覺你好現實啊 這次有勇敢 因為獨立是秀協性動力 聞到好吃的 當然就跑出來啦 他現在會短一點 沒有了 不然就散去了 好啦聽到這邊 鄉親都來聽到 一定還是心裡覺得 好像心裡缺了某一塊 定油會進啊 如果你這麼覺得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大丁湖南那邊 有一個活動叫做 以免同行 可以帶著大家 到平時不開放的後場 認識一下思維人 怎麼照顧這些魚類的 更重要的是 你還可以親手 幫思維人員餵魚 還可以親手觸摩 鯊魚的懶俏 就是鯊魚蛋啊 好像跟大家平時 有摸過雞蛋鴨蛋 那應該沒什麼 其實可以摸鯊魚蛋 有興趣 請趕快到 大廳主務台報名 他是由您而先出的 那來實際上 就先在指定公民頭的 光臨石零蛋鴨蛋 謝謝大家